大家好,我是凌智云医师 你羡慕韩剧里的欧巴 六块腹肌壁垒分明 自己却是一大块团结在一起 我们今天来讨论啤酒度吧 男人到了中年会出现啤酒度 主要是因为我们随着年纪代谢率降低 那就会在身体囤积脂肪 男人的脂肪比较容易囤积在腹部 所以会形成啤酒度 啤酒度跟啤酒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 啤酒的热量当然也很高 可是跟着啤酒一起吃下的那些下酒菜 其实热量更高 所以啤酒度是一个俗称 只要我们身体肥胖就有可能产生啤酒度 啤酒度可以分为软的和硬的 这其实和它的严重度有关 如果囤积的脂肪越来越多 整个肚子负荷不了 就会看起来是很硬很胀的 这个时候其实表示肥胖的程度更严重 要特别小心 啤酒度可不可以用抽脂消灭 答案是不行的 因为男人跟女人囤积脂肪的体质不太一样 女人肥胖以后容易囤积在皮下的脂肪 像是手臂、大腿、臀部 那当然也包含肚子 可是男人在肥胖的时候 他的脂肪比较容易囤积在内脏 所以才会有啤酒度这样子的称号 啤酒度其实就是肥胖的表现 少吃多动其实是减肥的不二法门